秋哥 秋哥 可是温惜功课太辛苦 夜里没休息好 夫子找我有什么事 爹君昨日还提起你 说你如今进步不小 既然有了帝君许可 老夫就在宗学竞技决赛的名单上 添上了你的名字 你好好准备吧 小燕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你进决赛了 那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去偷 拼搏过了 你的意思是 是冰块脸让夫子在决赛名单中 加上了你的名字 应该是吧 昨天帝君他还问我 关于贫婆果的事呢 小九 冰块脸 不 东华 东华帝君 他向来严肃耿剑 在八荒六合都威名盛传 你没事吧 你不是一向同帝君不对付的吗 你想想啊 他既然为了你 专程去找夫子开后门 而不顾自己的威名受损 小九 这个恩情可不一般哪 这次他确实是帮了我 但是他也捉弄过我呀 他 他半年不来救你便怕他骗你 这些不过是小过小失 跟帮你进入决赛这种大恩大德 比起来不值一提 小九 他对你自然是功大于过的 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 你觉得我对帝君是小题大做了吗 咱们为谋为先都要赌得知恩图报 要是因为他曾经对你有一点小过失 就连这种大恩都视而不见 那跟凡人 跟畜生又有什么分别呢 你既然对帝君改观这么大 我 我以前对敦华误会太深了 通过他这次的举动我发现 其实他 明显是想结交你这个朋友 小九 你要珍惜能结交到这么一个朋友 不要再继续误会他了 这个 我得好好想一想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我真无耻 你继续 你继续 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爱好 打扰了 等等 你以为老子有什么爱好 告辞 别走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啊 我没有啊 我 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小九 你对不起小九补偿他便是 你打自己干吗呀 就是那个 觉得有点那个 重色轻油 对 就是这个 小九跟我同过生死共过患难 我这样对待他有点 不义气 不义气 你怎么知道他这么清楚啊 我皇兄哪儿藏得住心事啊 随便扎扎他什么都说了 孟少跟你说什么了 就是说 你觉得老师和小九朝夕相对 就对他情根深重 而你也跟小九朝夕相对不少时日 这样就衬托 你用情专一 只专注乐师 你就大可在乐师伤心之余 趁虚而入 促成你们俩一段姻缘啊 他这么一总结 总觉得我更无耻了 你说要是你是小九 知道我出于私心 要撮合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你会不会生我气啊 你是瞎子吗 整个翻阴谷 恐怕就你一个人觉得 小九不喜欢老师吧 你不会以为一个姑娘 对你说讨厌就是真讨厌 不喜欢就是真不喜欢吧 不 可是 小九干吗要骗我 他喜欢冰块脸 为什么不告诉我 跟你这种人说话 真是浪费时间 那小九喜欢冰块脸 那我撮合他们 就不用有任何负担了 对啊 那姬衡说他不喜欢 其实 他这是真不喜欢 你怎么知道 凭什么小九的不喜欢 就是喜欢 姬衡的不喜欢 就是真不喜欢 自然是因为对象是老师了 小九在跟乐师斗气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若不是因为老师 小九干吗跟乐师计较啊 他是那么爱计较的人吗 乐师喜欢老师 人人都知道 但是小九为什么避开老师 这我不知道 不过 这不就证明他很在意吗 反正姑娘家的心思 无非就是这些 乐师追着老师跑 老师追着小九跑 小九主动避开 就是他们相处方式吧 那照你这么说 我不但没有对不起小九 反而是在帮他 看不出来冰块脸居然这么有女人缘 我记得你不是也对他 那些儿女情长什么的 我早参悟透了 没意思 你对他已经没好感了 之前老师对乐师好 我觉得只要我努力变得比乐师优秀 老师也会对我好 可是呢 后来小九来了 老师对小九是不一样的 跟旁人无关 是怎么努力地无法挤进去的 我堂堂比翼鸟族的郡主 不过是男人罢了 有什么可放在心上的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冰块领的错 谁让他勾三大四 用情不专 就你这脑子 想破天也想不出什么 你就好好追你的乐师吧 别胡思乱想了 我说我怎么之前越来越糊涂了 我就不该找蒙少姐货 应该找你 你早就该发现了 你也是个姑娘 我怎么给忘了 小燕 你找死啊 不过 现在是老天在帮我 姬衡一定也会像你一样 迟早发现冰块里的真面目 然后不再喜欢它 小九 恭喜你 终于进了宗学竞技决赛 九哥 祝愿你得偿所愿 干杯 不过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帝君帮忙 小燕说得对 这个恩情我是得报的 真的 要没有帝君的话 我可能就进不了决赛了 所以过几日 我要在罪里先千金一炙 宴请帝君 大家一定要来啊 一定一定 好好好 这就对了 干杯 来 我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是进了决赛 但是我都不知道决赛要比些什么呢 还能比什么 肯定就是比谁的法术高强呗 恰恰相反 此次宗学竞技赛 将在城外的青梅雾举行 该地进了法术 所以此次宗学竞技赛 是中规中矩的笔剑而已 评比中更注重剑翼和剑术 届时参赛者将立在雪庄之上 持剑比试 谁先掉下去 算谁输 原来是比这些 反正只要不是比什么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就好 你没问题的 我相信你